立了秋,上海就已经到了秋天了 虽然现在还是夏天的热,比夏天还热 但是秋已经到了 而秋天的一个象征就是候鸟 候鸟也来了 每年候鸟迁徙的先头部队 已经陆续抵达上海 预计本月中下旬将会达到过境的高峰 上海这个地方是候鸟们过境的地方 并不是最终目的地 但是他们来确实给我们带来了 一个很好的观测良机 当然还有本地繁殖的白鹅燕鸥 各种鸥,各种玉 也在跟随青鸟学习飞行觅食的本领 这也是观测的一个极好的内容 当然我不是一个爱打鸟的人 他们讲的打鸟不是真的打鸟 而是拍鸟,拍摄鸟 所以那些扛着长枪短炮的 变焦能力极强的专业相机的人 这时候真是可以冒着酷暑 冒着大太阳去崇明啊 去这些失利啊 赶紧去拍这些先头部队啊